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学家内斗》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牛顿V.S.莱布尼茨 微积分的头号争夺战 2.哈维V.S.迪卡尔 血液循环的心脏辩论 3.盖尔萨克V.S.洛伦兹 以太风的科学旋风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牛顿V.S.莱布尼茨 微积分的头号争夺战 在科学史上,有这么一场伟大的对决 它不仅仅是数学界的一次较量 更像是一场智力与骄傲的较量 这就是著名的微积分之争 主角是两位数学界的重量级人物 埃萨克、牛顿和哥特弗里德·莱布尼茨 想象一下,17世纪的欧洲 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话 人们还在用鸽子传递消息 而在这个时代,两位数学巨人 在不同的国家几乎同时发明了微积分 这就好比是在没有任何通讯工具的情况下 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决定 在同一天穿上同样的衣服去同一个地方 这种巧合简直就是数学界的奇迹 牛顿,这位英国的数学家 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简直就是个全能选手 他在1665年至1666年间 也就是他的奇迹年 提出了微积分的基本概念 但是,牛顿有点像是那种 在考试中作对了所有题目 但不告诉别人答案的学生 他没有立即公开他的发现 而在大陆这边,莱布尼茨 这位德国的数学家和哲学家 也在独立地发展出了微积分 与牛顿不同的是 莱布尼茨在1684年 就公开了他的微积分理论 而且他的符号系统非常人性化 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使用 这就好比是两个厨师 一个偷偷在家里研发了一道新菜 而另一个则是在餐厅里 大张旗鼓地推出了这道菜 结果,当第一个厨师决定公开他的秘密菜谱时 却发现大家都在称赞第二个处世的创新 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的争执 不仅仅是关于谁先发明了微积分 更是关于谁的方法更优越 牛顿的追随者和莱布尼茨的支持者之间的争论 就像是现代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战一样 双方都拼命地为自己的偶像辩护 最终,这场争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胜者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 牛顿和莱布尼茨是独立发明微积分的 但这场争论对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促进了数学符号的标准化 也让后来的数学家们意识到了 公开和分享知识的重要性 所以,下次当你在数学课上 苦苦挣扎于微积分的题目时 不妨想想这两位数学巨人的故事 他们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荣耀而争斗 更是为了数学这门科学的进步 而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而我们,作为他们知识传承的受益者 或许在抱怨微积分的复杂性时 也可以对这两位数学家表示一下敬意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哈维 vs.迪卡尔 血液循环的心脏辩论 在科学史的长河中 有这么一场辩论 它不仅令人捧腹 也让人深思 这就是关于血液循环的心脏辩论 主角是威廉 哈维 William Harvey 和勒内 迪卡尔 Renee Descartes 这场辩论不仅是关于心脏和血液的 更是关于观察与推理的较量 所以说是科学史上的一场心跳加速的对决 哈维 这位英国医生 于1628年发表了 关于动物的心脏和血液的运动 Demoto Cordis 在书中 他提出了血液循环的理论 这是基于他对多种动物的解剖 和严谨的实验观察 哈维的理论 颠覆了人们对血液运动的传统认识 他指出 心脏是血液循环的动力源泉 血液在体内 是按照一定路线循环的 而不是像之前认为的那样 在体内进行简单的来回流动 而迪卡尔 这位法国哲学家 数学家 也是一位自然哲学家 他对于血液循环 有着自己的看法 迪卡尔认为 心脏的运动 类似于热水湖中水的沸腾 是由于心脏内部的火引起的 他将心脏比作一台热机 认为血液的运动 是由心脏内部的热量驱动的 而不是哈维所说的心脏泵穴功能 这场辩论 就像是一场古代格斗赛 一边是站在实验解剖学角落的哈维 一边是站在机械哲学角落的迪卡尔 哈维用他的解剖刀 和实验数据作为武器 而迪卡尔则挥舞着 他的几何图形和哲学推理 哈维的观点最终取得了胜利 他的血液循环理论 为后来的生理学和医学研究 奠定了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迪卡尔的贡献不重要 他的思想在哲学 数学和科学方法论上 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场辩论 不仅仅是关于心脏和血液的 他还体现了科学发展中的 一个重要原则 观察和实验是科学研究的基石 哈维和迪卡尔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家 没有实证的支持 他们的理论 也可能只是空中楼阁 所以 下次当你感到心跳加速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生理现象 还是几个世纪前 两位伟人辩论的见证 而这场辩论 就像是一场科学界的心脏马拉松 既考验了理论的耐力 也考验了实验的速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盖尔萨克VS洛伦兹 以太风的科学旋风 在探索科学史的奇妙旅程中 我们偶尔会遇到一些 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其中之一 就是盖尔萨克 Galesack和洛伦兹 Lawrence之间 关于以太风的科学旋风 好吧 首先得澄清一点 盖尔萨克这个名字 可能是个虚构的角色 因为在科学史上 与以太风理论相关的真实人物 是麦克尔逊 麦克尔森 和莫雷 Morley 但这不妨碍我们 以一种幽默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话题 就当是科学界的史诗级对决吧 想象一下 19世纪的科学界 一个充满了胡子 绅士和大量不被理解的理论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 人们相信 光是通过一种叫做 以太的神秘介质传播的 这就好比是 如果你想在宇宙中传递光 你需要一种宇宙级的快递服务 以太 它无所不在 却又无迹可寻 然后 我们有了麦克尔逊和莫雷 这对科学界的侦探组合 他们决定通过一个实验 来揭示这个宇宙快递员的真面目 他们构建了一个精巧的装置 目的是检测地球 在以太海洋中移动时产生的以太风 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风中跑步 你会感受到风的阻力 同理 他们认为 地球在以太中移动时 也会遇到这种阻力 但是 结果出人意料 他们没有检测到任何以太风 这就像是你告诉别人 你能感受到幽灵的存在 但当你带着探测器去证明时 幽灵却突然害羞起来了 这个结果 让科学界陷入了困惑 洛伦兹 Hendrick Lawrence 这时登场了 他提出了一个解释 成为洛伦兹说缩理论 基本上是说 当物体移动时 他们会在运动的方向上说缩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无法检测到以太风的原因 这就像是说 你的车在高速行驶时会变短 但你坐在车里 是感觉不到的 最终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彻底颠覆了以太的概念 证明了 光速在任何参考系下 都是恒定的 不需要任何阶制的传递 这就好比是 科学界的大佬们突然宣布 以太快递服务 不存在的 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 科学知识是如何发展的 还能看到科学家们 是如何在未知的海洋中航行 即使偶尔会迷航 但他们从不放弃 探索真理的勇气 而盖尔萨克和洛伦兹的故事 虽然是虚构的 但他提醒我们 科学不仅是严肃地追求 有时也需要一点幽默感 来调节气氛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 科学史上的精彩对决 包括牛顿与莱布尼茨的 微积分之争 哈维与迪卡尔的血液循环之争 以及盖尔萨克与洛伦兹 关于以太风的科学旋风 这些对决 不仅仅是关于科学的较量 更是关于智慧 骄傲和竞争的较量 这些故事中的数学家 医生和哲学家们 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 为科学的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的 微积分之争中 我们看到了他们独立发明 微积分的故事 也看到了他们不断争论 谁的方法更好的故事 尽管没有一个明确的胜者 但这场争论 促进了数学符号的标准化 也让我们意识到了 公开和分享知识的重要性 在哈维和迪卡尔之间的 血液循环之争中 哈维用他的解剖刀和实验数据 证明了血液循环的存在 而迪卡尔则提出了自己的理论 最终 哈维的观点获得了胜利 但迪卡尔的贡献也不可忽视 他对哲学 数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影响 是深远的 在盖尔萨克和洛伦兹之间的 以太风之争中 我们看到了科学界的探索精神 和幽默感 尽管盖尔萨克是个虚构的角色 但他的故事提醒我们 科学不仅是严肃地追求 有时也需要一点幽默感 来调节气氛 总的来说 这些对决故事告诉我们 科学发展需要勇气 智慧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无论是在数学 生理学 还是物理学领域 这些科学家们 都以他们的贡献和争论 推动了科学的进步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对决 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们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